陆瑞德坐在轮椅上,打完了他人生中最后一套太极拳,与世唱词。 作为六十年代美国传奇摇滚音乐人,他是著名的地下丝绒乐队主唱。 一九九六年,地下丝绒乐队进入摇滚名人堂。 就在地下丝绒乐队进入摇滚名人堂五年后,陆成为我的学生。 我从来也没有想过,有一天会站在摇滚乐队的舞台上表演中国的太极功夫。 从2004年开始,陆要求我参加他和乐队的欧洲巡演。 太极功夫和摇滚乐还是同时出现在欧洲人面前。 我觉得这是陆在用这种方式向中国文化致敬。 在用这种方式向中国文化致敬。 陆瑞德 陆瑞德 一九四二年三月,出生于纽约布鲁克林。 一九六五年,与键盘手John Kill合组地下丝绒乐队。 他不仅是纽约摇滚乐发展史中的重要乐队,其粗糙反商业呈现摇滚乐原始精神的理念,也使他被后人所尊崇。 陆瑞德 Lew Read was a wonderful, powerful rock and roll musician, great composer, worked in many many disciplines, you know not just rock and roll, but opera, noise, and many things. 他 founded the Velvet Underground which is a classic rock group of the 70s and then he went on to do an amazing solo series of records he wrote thousands of songs 路瑞德晚年的音乐创作 开始呈现出不同以往的 东方文化情怀 2007年 他出版了名为 哈德逊河上的冥想的专辑 他的家就住在哈德逊河边上 每天除了和太极老师 一起练习功夫和写歌 更多的时间 他都在冥想中度过 这首充满神秘气息的乐曲 自诞生以来 就一直回荡在任老师的课堂上 成为太极功夫 最有力的背景音乐 2001年的春天 我认为了一个人打电话给我 问我是否可以去他家里交圈 我同意了 但我不知道他的身份 直到四个月后的一天 我在他家车库里 发现了他和美国总统的合影 他对我说 很抱歉 我是陆瑞的 我认为太极功夫 我认为太极功夫 每次走进这个客厅 我都好像又回到从前 这里收藏着路喜欢的 中国国代兵器 所以很多人们都在乱兵器 在乱兵器和乱兵器 现在和乱兵器和乱兵器 都在一起 他们有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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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Water Farmer》 你也有多了 他也有很多 你也有很多人 他在弦是演出 他在弦是在弦 他就像在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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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他就像在弦 然後他就像在弦 他就像在弦 一首歌唱的歌唱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李宗盛 在那些发出惊叹的人群中 还有个人也被太极深深的吸引 他就是美国著名互联网企业家 约翰米勒 约翰米勒是陆瑞德的歌迷 虽然身材高大 却是个心思很细腻的学生 他是个腼腆内向的人 但对于太极 却是全心全意的热爱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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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